原标题 原本讽刺为炫富,最近李湘很低调,给王施灵买的新衣服也很平价,可还是有人发现,李湘晒出的照片里,豪宅的花园比普通人的房子还大不少,简直是暴露了上亿身家,新金牌娱乐观察家知道,李湘因为生性高调,所以在娱乐圈口碑两极分化,王施灵因为是李湘的女儿,李湘对女儿各种宠溺,不是给王施灵办什么生日宴会, 就是给王施灵买名牌衣服,引发不少争议,但最近李湘想培养孩子的独立性,也开始给王施灵买一些平价童装,有人觉得李湘这样做才对,还是低调好,而且小朋友成长期间,还是应该多接地气,比如做点什么手工之类的,可是这不晒不要紧,李湘还暴露了自家的豪宅花园,这下子,李湘曝光了身后的家底, 你看这小桥流水周围,环绕着翠绿的植物,还有一个古风小亭子,隐藏在某三层别墅,王施灵生活在这样的世外桃园,想想都觉得幸福,难怪让不少网友觉得羡慕极度恨了, 当然,有钱就多花,没钱就少花,谁也没规定李湘身家过亿,就不能买好东西,只不过在很多网友看来,有减入涉意,有涉入减难,还是应该把节俭当作美德。 ,这样就好了,可以行了吗? 这个是什么? nothing wrong.